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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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中立题 后来呢 于力找到一个黑道的富商 可是这位富商已经有了家庭 于力只是一个情妇 最后这位富商的老婆 知道了于力和自己老公的仇事 带人找到于力一顿暴打 最后于力被黑道的富豪太太 把子宫给打脱落了 后来于力成为了香港的第一情妇 而且臭名远扬 自己一生都生不了孩子了 如今呢她已经54岁 但是没有人敢娶她 所以对于很多美人来说 过分的美貌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没有教育好自己美貌的能力 那么这种过人的美貌呢 只能是给自己人生带来灾难 在香港影片盛行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的香港美女 而说到众多的香港名美女呢 关志玲觉得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个吧 关志玲除了拥有美貌之外 她还是90年代最为经典的一个女星 因为那个时候她真的非常漂亮 不仅是众多男人心中的女神 同时呢也是很多男艺人梦寐欲求的女人 她凭借着脱俗的外表和气质呢 收获了无数的导演和男人的喜爱 被称之为当时的第一美女 而大家谈论她最多的 除了她的美貌之外 更多的是她的感情经历 在被访问的时候呢 她曾经大胆表示过 自己和各式各样的男人都相处过 不管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的 她还表示呢 自己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会让这个老婆发现 因为她是一个比较爱自由的人 虽然不想被其他事情所约束 但是还是有一个女人比她更美更厉害 她的名字叫做余丽 她的美貌是让张艺谋内心躁动 让三个男演员天天为了她吵架 当初她刚刚进到剧组的时候 穿着时尚的短裤 一入组呢 就是吸引了许多男同事的目光 那个时候 张艺谋还没有当上导演 只是一位摄影师 看到余丽之后呢 也是忍不住夸奖 余丽很性感 不过她的美丽 也是让她有过不少的烦恼 在拍戏的时候 剧组当中 有三个男生为她吵了起来 惹得她有些不知所措 果然美人美到一定程度呢 真的是能带来争端 不过比起励志 张明等同类型的赶美女来说 余丽的饮食资源就是比较差了 因为郭深一个人在娱乐圈打拼 就算是长得很美 很性感 没有机会表现的 也是很难红起来 所以余丽一直想找到一个靠山 在她的心中 还是有野心的 从她的感情经历 就是能够看出来 当初余丽和马景涛 一起拍戏的时候 已经有了妻儿马景涛 因为朋友笑地的名后 照镜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所以当获得对方追求时 余丽渐渐的有些动心了 她的性格直涉真诚 个性痛快直爽 甚至比男人更将义气 身材高跳 外貌美绝 是马景涛历见女友当中最爱的人 她也自己生命当中最爱的三个女人 是余丽 女儿和母亲 尽管备受男人们的青睐 极美貌 性感 才华欲深 可是余丽的一生 却是一场坎坷 经历多端恋情的 皆是失败告终 至今56岁 仍然单身 1963年12月2号 余丽出生在了 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中产家庭 那个时候她也不叫余丽 名叫做余竹心 因为喜欢跳舞 父母也是十分支持她 从小便是开始了学习跳舞 12岁就是考上了 湖南省歌舞团 成为了一名重视的舞蹈演员 本来以为一生就和舞蹈为伴 可是命运总是周弄人 后来歌舞团乡下演出 余丽在空闲之余 帮忙做起了追打光的活 却是不小心 从17米高的屋顶摔了下来 直接将手骨抵断了 尽管兵好了 可是再也不能跳舞 就这样 年仅18岁的余丽 匆匆结束了自己其爱的舞蹈生涯 虽然不能跳舞 可是外表出正 又是学习舞蹈多年 是上一股高贵冷烟的气质 总是吸引着不少外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 余丽来到了下刚导演的家中玩 当时还在读书的下刚 一眼就是看中了余丽 原来下刚导演准备拍摄 自己的毕业作品 我们还年轻 觉得余丽无论是外表还是气质 都是非常符合女主角 于是她邀请她出演 虽然这部电影 没有能让余丽一举成名 但是也为她开辟了 建军演义圈的道路 因为靓丽的外表 瞬间吸引了不少的导演和观众的注意 接着趁着答帖 余丽一口气的参演了26位姑娘 今夜有暴风雨 人间烟火 富与子等多部影视剧 而且无不例外 全都是女主角 所以余丽成功的转型成为演员 尽管参演了不少影视剧 并非科班出身的余丽 还是千点火红 一直未能走红 1989年 余丽和好佳林 梁玉景 朱世军合作了剧情片《寡妇孙》 她饰演的剧中阿莱 凭借着出色的表演 摘下了中国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提名 可真正让她走红的是该片 在上映之前 出儿童不已的故事 观众怀着好奇的心走进影院 结果发现 影片根本没有出格的情节 于是媒体纷纷展开批评讨论 这部电影成为了内地影片 拿分级当炒作的第一例 里面的演员 也是成为党众关注的对象 借着余丽参演了 1990年版的 台湾版的游林志颖 苏有鹏主演的绝代生交 她在剧中扮演姚月公主 用自己表演 重新诠释了姚月公主的内心世界 活活地将坏人 也能让观众恨不起来 甚至还爱上了 这个角色也是彻底的 让余丽摆脱了花瓶的称号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却并不比科班逊色 很快的 余丽又是再次和林志颖合作 主演了天地传说之宝连灯 她饰演三圣五 将角色本色那种 至死不渝 敢爱敢恨的性格 饰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还自带着迷人典养的贵妇魅力 让角色更加饱满 除了在内地发展 余丽也是开始进军香港演艺圈 因为在内地已经是大有名气了 到了香港 直接就是跟周润发 刘德华 红金宝 万锦良等打开合作 可是90年代 那个美女如云的香港 余丽变得举步维艰 事业渐渐的走瞎坡路 事业上的不闻不火 在感情上 余丽遇见了马景涛 当时两个人合作拍摄了 情报青天 因其生情 面对性感美丽的余丽 马景涛说言心荡漾 立马是对她发起攻势 穷追不舍 而此时 余丽已经32岁 早就到了谈婚论奖的年龄 所以她没有拒绝 两个人就是顺理成章的 成为恋人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感情精力空白的余丽 居然降了情唱老手 两个人感情发展得很稳定 常常都对外秀恩爱 马景涛甚至为她戒酒 而且两个人年纪相放 郎才女貌 很是登队 就是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 1997年 两个人相恋了两年之后 余丽突然宣布分手 说两个人聚少离多 感情被冲淡 而且自己生病的时候 马景涛确实不在身边照顾自己 当时马景涛收到分手消息之后 一度想不开 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看来她是对余丽是真心实意的 可惜还是不能携手到老 之后余丽也是谈过很多段感情 可都是无心而终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 就是她和一位只有黑道背景的富豪的感情 据笑当时这位富豪已经是有了家庭 可是余丽一直被蒙在鼓里 所以余丽和她交往并没有多像 直到有一天 这位富豪的妻子呢 找到余丽 叫人把她打了一顿 因为下手太重 导致子宫受损 永远失去了当母亲的机会 面对感情余丽受挫 余丽又是将重心放到事业上 2014年 她又在和杨米周卫唱 迪丽热巴主演的《威时代》当中 扮演华又夕 喊定一的母亲华梦君 那时的她已经51岁 虽然荣誉依旧 可睡在杨米 迪丽热巴等女神的趁头去下 女神终究是抵不过岁月 属于她的时代渐渐消逝 经过岁月的洗礼 年华的序曲 余丽从性感美严的女神 渐渐地转变成为成熟典雅的妇女 尽管是风云犹存 却始终未能是找到归宿 一生无依无靠 与孤单相伴 张艺谋曾经回忆说 她到剧组的第一天 穿着一条脚短裤 展露出了修长的眉腿 尤其是她的美貌和落落到方的气质 立刻迎来了剧组男士的骚动 我还记得 当时有三位男演员 天天为她吵架 而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 所以不敢有任何的奢望 在那个美女横行的年代 依旧是让张艺谋为之着迷 所以看出余丽的美貌 曾经是渴望不可及的女神 如今确实变成了 把酒言欢的铁哥们 两个人的关系 真是变成一段佳话 翻开余丽的一生 有人说她过得很悲哀 错过了爱她的马静涛 又失去当母亲的机会 也有人说她过得坦坦荡荡 没有羁绊 随心所欲 活出自我 人生不在于拥有 最重要的是经历 只要过得开心 一个人也能自得其乐 无言无虑 如今57岁的余丽 仍然是单身一人 无人敢去 可以说是十分的凄惨了 她深爱过 被宠溺过 也受过伤害 希望这个美丽性感 给予一生的女人 能够找到自己的好归宿 好女人只得被爱